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丘围棋教室 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 阿发拱和长浩的一盘对局 在这盘对局的过程当中 长浩在续盘 有一个定势方向上的错误 于是就被阿发拱整盘所压制 下面我们就欣赏一下 这盘精彩的进程 长浩直黑先行 白棋是阿发拱 黑棋挂脚 白棋在这里也没有硬 直接挂到了上面的小木上面去 黑棋双飞燕 长浩在开始下的还是非常的积极 白棋靠押 黑棋搬 白棋长 黑棋拖在下面 白棋扳 然后白棋接住 这个变化是现在双飞燕啊 最常见的一个变化 看上去也非常的普通 但是呢 因为上面白棋这里有一个飞压 那么这个黑棋的选择的方向上稍微有点问题 那么当白棋长的时候 黑棋这里应该是选择点33 不管是白棋挡在这里也好 还是虎在这里也好 黑棋一退 那么这样的黑棋显得也非常的从容 黑棋选择这个定势以后啊 在棋盘上会产生两个好点 一个是对这个黑棋在这一带的加工 一个是呢 在上面的飞压 那么黑棋在这里呢 选择了这个小尖 瞄着这个冲断 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下方 但是呢 被白棋飞压到这里来以后 左边的黑棋就显得非常的局促 黑棋打 白棋长一个 黑棋跳 在这里白棋也没有做过多的保留 直接就压住了 黑棋也只好长 白棋继续压 黑棋扳 白棋扳在上面 黑棋退了一个 然后白棋从这里切断 这个子是好奇 他试试黑棋的应手 如果黑棋从上面打吃 白棋就长 那么将来呢 白棋就会在这一带 产生很多的利用 那么这里呢 白棋这个断点呢 也顺势不上 所以说黑棋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 就选择了从下面打吃 白棋从这里冲 黑棋挡住 然后白棋切断 这个时候黑棋他不敢从这里打吃 因为这里有断 这里有断 黑棋这个里面的失控里面 味道非常的坏 所以说黑棋就选择了连接 白棋如愿以偿的获得了这个托 这个托的实地是非常大的 黑棋也只有打吃 然后白棋在出动这个子 这是好奇 黑棋也只有从上面压住 白棋挡下去 黑棋连接 白棋充分利用 这个白棋在这一带获得了很多的利益 白棋加 黑棋冲一个 白棋打吃 封住黑棋 黑棋接住 然后白棋 那么黑棋呢 也只好 加住 那么估计在这一带 长浩下得非常的郁闷 然后白棋 抢得了这个加工 现在布局走到这里 那么黑棋全部被压制在低线 那么外面的白棋呢 非常的生动 黑棋马上切断 要在这里寻找一些进攻的头绪 白棋就是从这里打吃 黑棋长 白棋往外面冲 黑棋切断 看上去这两个白棋是 起筋 一般呢 不能被黑棋吃掉 如果白棋呢 连接 那么黑棋从这里打 那么这一带的白棋的棋形 全部都崩溃 那么在这里 白棋也没有连接这两个白棋 而是直接冲了出来 这也显示了阿法国 他良好的大局观 黑棋吃掉两个白棋 白棋呢 拐了下来 白棋在下面获得了很多的失控 那么黑棋在这里面呢 显得非常的重复 虽然黑棋吃掉两个子 将来被白棋这样一封 这一带啊 黑棋啊 还出不了头 所以说黑棋在这里 非常的郁闷 黑棋在这里压缩一下白棋 白棋跳下去 真是好棋 比这个党啊 稍微好一点 然后黑棋挂脚 白棋小尖 黑棋长 白棋飞一个 白棋在这里取得优势以后啊 那么在其他的地方走的也非常的简明 黑棋冲 白棋挡 然后白棋连接了 黑棋在这冲了两下以后啊 保证这里黑棋的安全 然后 走了一个大城 那么白棋在这里也是非常的简明 直接点净 黑棋搬 白棋搬 黑棋连搬下去 这也是黑棋想获得失控的下方 白棋断 黑棋接住 白棋打 这是一个脚上常用的一个定型的变化 白棋吃 黑棋 吃住两个白棋 现在白棋的选择呀 非常的简明 就是把棋盘啊 慢慢的缩小 那么保住这种优势 那么这盘棋呢 白棋将获得胜利 这个时候白棋贴了起来 这时候起来是好奇 瞄着这个斑 同时呢 要扩大这里的失控 黑棋小飞了一个 要求在这一带啊 尽量的压缩一下白棋 白棋马上就选择了斑端 这个斑端啊 是非常大的 黑棋继续飞 白棋这里是跳 但是呢 被黑棋跳了以后啊 将来白棋就这里又飞 这里又搬 这里又跳 在实控上啊 黑棋已经落后 所以说啊 黑棋在这里尽量的走得积极一些 但是这个飞 它是有缺点的 白棋马上就跨了上去 黑棋如果冲 白棋就断了 因为这里的白棋非常厚 那么这个 争子呢 还是白棋有力 黑棋在这里 还有加呀 等等一些手段 所以说黑棋啊 也不敢在这里和白棋 正面作战 所以就选择了一种转换 黑棋靠了下去 白棋在这里也没有挡 而是直接顶